大家好,我是金寶,今天邀請到Rock Angel 請跟我們見面,一直有音樂,一直有訪問 大家不要離開 首先,Angle,最近忙什麼呢? 我們剛才來到我的音樂中心,Rock Angel Band House 我們做了六周年的館慶 首先,我們感恩了,然後就驕傲 回到我們應該做的Band Sound Concerts 然後做了很多設計 我覺得我的人是否已經做了太多事 還有,最重要是在我自己的一個Birthday 法國會的Party 宣布了要做人生終極挑戰 就是這個巡迴演唱會 所以,其實真的沒有停過 我人生讀完書,第一份正式又生水出 之前我寫稿的 其實你提醒了我 其實我第一次收到錢的工作是寫稿 幫那些千年周報、音樂雜誌寫稿 進入香港電台做青春交換曲 開始有工資 之後我真的沒有停過 對 我想問,這個平台 我看到很多Graphretist 那些 是否全部都是你設計的 這個地方是我設計的 我想是做一些 香港不是那麼多看見的事 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歡藝術的 除了音樂之外 譬如說我在英國 我會看很多National Gallery 我很喜歡畫的 Paintings 你的門堂那裡有很多 自由實取的書 有很多Picasso 或其他畫家的書 我後來想興建一間自己的音樂中心 我就說,不要這樣啦 我不會畫老套 不要這樣啦 不要黏一些腸子 我就要畫的 又畫了一幅幅畫 當時我就在社交網站發出一個號召 我說,不如有些人喜歡圖 你們可以來這裡 我不會限制你的思想 你很自由很自由 你喜歡同一就同一 希望呢 都以我的音樂中心有些關連 當時呢 應該我們建館六年 達入第七年前 就有些Grafitti的藝術 就來幫我做了很多Grafitti 連門口也有的 是啊,我也看到 所以很特別 一會兒可以拍一些照片 都要和大家分享 第二問題 我想問 Block Angel 你在藝術 或者音樂那方面 都這麼有天分 是誰發掘你 還是你自己 都一路一路這樣做出來 還是怎樣的呢 從幾歲開始 原來我是愛這件事 或者是把這件事 變成終身的職業 這個決定是怎樣的 首先這個已經不是職業很久 哈哈 因為是把我一輩子的職業 拿出來奉獻 就是一個理想 就不是職業 等於孫中山 那時候他搞革命 他都不是職業 他都拿了這些東西出來 我記得我讀中學 有些東西好像天賦 不是說你去選擇 而是那件事選擇了你 我讀中學的時候 那時候社會比較封閉 我又沒有什麼嗜好 我又不去體育 又不知道什麼 但是那時候就是 Radio 心機的黃金年代 那時候沒有互聯網 我打開手提電話 你差不多 一個人生 已經在手提電話裡 計算數 時間表 那時候放了學 因為我讀九龍堂不珍光 真的沒有 女校 對 完全沒有什麼 他唱也都非常艷嚴 他在做什麼 做功課 就是扭開那個小小的心機 還有 家父他很喜歡聽歌 我爸爸他又黑膠唱五記 那時候聽黑膠 他有很多黑膠唱 聽了一些吳吳音 那時候我那時候 明月千里幾相思的歌 是的 但是中文居多 我爹是 我爹是聽中文歌 但是我呢 不是了 喜歡英文歌 那時候我住九龍堂 九龍堂我附近有 那時候應該沒有了 KG5 很多鬼仔 我那個學校跟那個KG5很近 我常常跟法學 跟鬼仔 大家又聊 又玩 交換一些東西吃 所以我就很 我喜歡聽英文歌 尤其是那時候 我小時候看了一部電影 是影響我最大的 是Melody 那是Melody 《兩小無猜》 是的 那時候我就 1月1日 這個 《In the Morning》 《Beechies》 哇 這麼好聽 那我就是那時候 又聽到 這些歌曲 原來是可以解決了你放學 沒什麼做 人生苦悶 這麼多問題 是的 是的 那我又想跟著Riverda 問下去 在音樂行業裡面 當然 現在這個不是你的事業 但是我講回 是影響 是的 你說回之前 在這個音樂世界裡面 有什麼最令你難忘的事情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我想最令人難忘 是人與人之間那種關係 是的 首先我自己那時候播的音樂 已經不是那麼主流 因為我去到做青春教育的時候 我那些前輩的DJ就說 你可不可以播這些歌不要那麼吵 另外就去到商台 我開始做搖擺天使 我播了一些歌 現在就覺得沒什麼 但是那時候播一些 例如Deep Purple Foreigner 已經覺得不Rock 都不是那麼主流 但是我有很多Fans 真的有很多忠實的 聽眾都現在 我最近搞個Birthday Quirky 我還有一些Fans 拿了那時候拍的照片 做了一個Album 相簿來給我 是的 我真的很感動 所以我覺得是人與人之間的感覺 令我最難忘 跟聽眾的關係 第二就是我訪問過那些artists 不一定要巨星 當然巨星很難忘 我整個廣播 我想全香港沒有人可以超越我 訪問過國際巨星的數目 因為現在國際巨星不來 不是說現在的人沒有能力的訪問 而現在沒有貨 是的 譬如我去到商台那年 已經開始有Ross Stewart 那時候就如生大 我們說訪問 What's you? 就不是我們問的 我們是小孩子 他問 他一直問 我大哥 叫他whatever 我們就知道有些巨星 然後我一路成長 還在商頭 我記得我最難忘 訪問Claude Richard 很迷人 年後生情就不用說了 那時候 Celine Beyond 四屆American Music Awards的男歌手得主 Michael Bolton 你看我現在的Wall那裡 那些巨星真是多到不得了 以前的巨星 是沒有巨星的 它是接著來的 但我記得現在香港的市場 已經很久沒有這些級數 這些級數的巨星來 Police Stink 我記得我申請的時候 真的很難忘 我在這裡做Live Program 我們全部直播 很勤力 我很少做錄音節目 然後 原來 Stink 租了我們一間錄音房 去錄他的東西 那時候 他剛剛出了一張唱片 叫做Mercury Falling 我真的記得很清楚 那時候我們整個走廊播著這些節目 有時候播一下我104 有時候播一下街上997 他聽到 這麼巧我在播他的歌 很開心 他就直接把門進來 開門進來 你要想想 我如何接受 驚喜 多於是,那是一個驚訝 突然間我面對著前面,門在前面 突然間,我突然... 在做夢 對,但你要故作鎮靜 你不可以... 你在一個節目 DJ, this jockey, you're in charge You're playing this music,是不是? 嗯,你故作鎮靜 Hi, I was just playing your music Stane, I want to get into the show 沒有話要說 當然有人跟著他 就立即在我們對面 聽到對面是嘉賓位,有麥克風 即場和Stane做訪問 我有好處,我是勤力的 因為我是做音樂,就是Jockey 我不是做其他東西 我不是做其他東西 那他剛剛出的碟 Mercury Falling 我就問這個歌是怎樣的 他說他是Out of the Mercury Falling 為什麼這個碟裏面有個法文的歌 Label de Bazin, Regret 我到現在都如數嘉賞 那一次,如果你問我人生最難忘的 Stane這個級數 是美國總統頒獎位 都要向他致敬 是這些級數走進來 他跟我說,我現在要上去節目 Live接播,沒有錄音 我想這件應該是我人生最難忘的事 世界級的 或者有哪些人物 你是覺得比較對你的音樂事業好 或者是音樂的里程好 你會覺得是最值得尊敬的 我想我要多謝聘請我的一位導師 那時我入香港電台 Raymond M 都是因為我之前 《年青人周號》、《音樂一周》 那些編輯 《音樂一周》的In Charge 推薦我去Raymond M RHK 後來我去了商台 娛珍 叫YT 後來 我也很感謝 已經小時候 明報周刊當時的 老總 是邦叔雷偉波先生 我很喜歡寫文字 寫了很多周刊 那時他在香港周刊 看到我寫這部音樂 我寫了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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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偉波先生過身 我很傷心 我傷心了很久 我多謝他 因為我在明州寫稿的日子 我覺得是很驚訝 因為他基本上是娛樂周浪 但容許 他給我全部的自由寫 我想寫的東西 他又給我很高鼓費 那 到新城就是一些 美國的同事 所以這令到我 後來經常回美國 我去美國有些情意見 就Mr. Larry London 他開新的電台 因為那時 商台轉為全中文歌 我就不覺得 那麼適合自己 我就自己主動離開 不會再發達了 我播的中文歌 我其實不夠其他人 做得那麼好 我是葉播英文歌為主的 Dish Jockey 後來有新的電台開 我主動去發封信 那時 Mr. Larry London 他馬上收到我的封信 Can you come over next Tuesday 過來interview 然後那個interview lasted for so long 九個字 喂 是 聊些什麼 很多 然後他就說 你太好 你快來做 所以如果你說 有什麼人去南無 我想我衷心自席 聘請我的這幾位老師 令你的音樂世界更加豐富 因為如果不是他們給我這個位置 我不是發揚得那麼光大 因為我很努力 我很感恩 我沒有辜過他們 因為在商場的時候 我之前有牙扇 拿個杯 有棕皮 有棕皮 有棕皮即是24小時 因為我已經做替工 DJ那時做兩個小時 或者三個小時 四個小時都有 通宵那些 如果有人病了 你也要替工 我們直播 那一有做替工 就奮迫故身 奮迫故身 奮迫故身 自戰 我來吧 我還不願意做 做完 夜晚 早上 我又做 所以 我沒有辜負到 那時拼錢 我沒有進去 我沒有資格 你的專業精神 和可敬 有一位 Angel 說 我想問 因為 都 看到 接下來 你有一個 叫做 巡迴的音樂會 有什麼事 現在計劃了 要做 或者是 你要支援 或者是 朋友 可以說 我們怎樣做 你說如果 在 製作方面 我想 我在美國 導師受訓的時候 第一 你做了一件事 你了定了一個 format 我很遺憾 現在香港的媒體 好像沒有了這件事 是 美國的 format 根據那個 第一 是 News Talk 第二是 Doubt Contemporary 第三 就是 Top 40 所以我要做自己的 concert的時候 我第一個定了 不是 定了一個 format 我的 format 就是 Unplug Music and Tribune Unplug的意思 根據牛津字典 等等 原音 U NP L U GD 原音 因為很多音樂 有些 尤其是 所謂的電音 我自己不適合 別人玩 我就 Well 很多 Programming Effect 很多東西 電子音樂化 Unplug 效果化 很多東西 Unplug是原音 加效果 是這樣就這樣 另外 Tribune 就是我會玩一些 很經典的 我自己 從小到大聽大的 歌曲 我可以處理 你不要跟我說 你玩 Bin Floyd 笑死人 我會玩 America A Horse With No Name Sister Golden Hair 這些 這些 甚至 Erik Clapton 《Tears in Heaven》 我有夥伴 這些 所以我訂了 這個 模式 至於支援 現在 不是支援 這些字 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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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做的時候 我想做這個行業 最重要就是 觀眾 包括觀眾 和聽眾 大家買票都可以 因為現在 就算是疫情期間 很多人說 線上 然後我們做 台灣有個樂團 他租了一個很大的球場 對著空凳 這個球場 我給得起錢 但是呢 我不會做 因為我經常在這間館 都會拍一些歌 和大家分享 我覺得做音樂 其中一個最偉大的魔術 一個魔術 就是和觀眾的交流 Interactive Interaction Being Interactive 因為如果你沒有了觀眾的交流 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有時候我在館 做我的mini concert 我唱一些歌 譬如說 You've got a friend 這些歌 Circle game You've got a start You've got a child You've got a child 全場跟著一起唱 對 尤其是這些歌 沒有聯名界限 經常 你有無聯網 你會聽到 自己看出來的 Evos Let it be 這樣全場唱 對 I think 我沒有了觀眾的互動 沒有power 對 所以我是時候要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 有什麼可以幫到手 我希望大家支持我們音樂人 買實體唱片 支持實體唱片 網不是大了 不是拿著電話 我聽到這個 但是效果是不同的 CD 譬如說我在車上 可以插 但我仍然想 CD play 你看到我的管 我自己有黑膠管 我有很多黑膠管 我覺得藝術這件事 是不可以離開 一個human touch 我們去看 Mona Lisa這張畫 我們不要忘記 Dar Vinci 畫了三年 但文西不是用電腦 合成了一幅畫 所以我覺得 當我們去看 Miga Angelo的雕刻 我們去看Dar Vinci的畫 這些都是人手造 所以今次今日 我很希望 任何一個 多得一個 多得一個 接觸得一個 大家去聽 支持 去買實體唱片 如果有人做音樂會 你認為是剛聽的 買了票 這個就是最大的支持 是 那Angelo 我又想問一下 你覺得 音樂這件事 怎麼能夠去衝天下 或者是怎樣去講求所有的朋友 其實有了互聯網之後 所有東西都已經是同意 除非 互聯網是空所做的 我覺得就是 首先 不是太野心 因為當時我們的東西 很集中 但現在你發覺很隨便化 比如說我回到家 我只能練習 打開 幾百個頻道 你都不知道選誰 選誰 看什麼 就算是身邊有掛很多台 那些有很多 已經是很碎片 不是以前 只有這麼少 我都很少 但是當時 那些歌 又不知為什麼 又適合一些 有時候 我覺得是 有些東西是沒有了 就算你玩鋼琴 你有沒有一個人玩過半多分 沒錯 巴克 是 Mozart 我去Vienna的時候 我在維也納佛街頭 我看到很多人 哇 他們直接穿像Mozart 他們可以在一個公園裡 大家去 去歌頌這些偉大的音樂家 有些東西真的沒有了 你背多分 你就可以通天下 但我們已經沒有這些藝術家 你憑什麼去通天下 這個才藝也不是那樣東西 不如我們不要去想通天下 只是一個節目名 你有互聯網 你又能不能通過 你不如就是 做自己覺得 enjoyable 不要違背心 如果你是藝術 你喜歡玩什麼畫 水彩也好 水墨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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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音樂 你喜歡玩 blues jazz acoustic 我現在不是一個海義這麼野心的年代 不過這是我們缺少的一件事的年代 這件事不是野心 是真心 真心 太昌現化 開心會更加少 一會兒說疫症 一會兒說那裡又不知道搞什麼 我們沒有了真心 他計算太多了 如果你說開心 這個已經不是自己可以控制 但是真心就是自己可以控制 我是很相信 當你真心對人的時候 總有這些真心人對回來 開心不到我們控制的了 疫情的時候真的傷心 為什麼我不能出街 為什麼我去到那間食肆 刪了 為什麼大眾樹果會倒閉 為什麼這間唱片我又倒閉 為什麼都在銀行的演唱會部門會倒閉 全部倒閉 怎麼說 這不是你控制的 但是真心就是 我現在 例如今天 我對你 我很真心 去多謝你的到訪 這個我只能控制 所以我希望大家 只有每一個人多一點真心 這個世界很可能就會多一點開心 明白 在這個時候 Angel 可不可以送一首歌給我們的朋友 你自己選吧 自己選吧 不如就是我自己作詞的作品 好的 我的作品叫True Love 我填詞的時候 為什麼會選這個歌 這個方向去填詞 我們一概不會看的 因為太恐怖了 你告訴我 那個人 工程片 為什麼要下毒 為什麼要下毒 我問 蛤 毒死了你的兒子 這樣都可以嗎 這些已經是 放在我的想法 所以我另一人看 我不明白 你有沒有想到 為什麼會毒死人的兒子 可能他不想他有兒子 那你會不會毒死人的兒子 所以我不會看這些東西 所以當那時候我要寫一首詞 那我就不如說True Love 大家做朋友 不如真一點 我就寫了這一首 真愛 True Love 不想歸家 拋去心裡的慣 這一天 心中響起了過 不想歸家 拋去心裡的慣 這一天 心中響起了過 不想你 那真天氣 每人未有爭 情從滿月過 怎麽可知 一萬天好想你 遇上直播的 真天氣的我 落幕的霧 離開開 但人竟然著了心 使我差著愛 True Love 一分鐘不再冷 讓我離開 起 True Love 一分鐘 愛的 像真龍 也真 像你 Yeah 小小小子 小小子氣 一下子 我沒有準備 原來你叫過窗馬 這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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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大家也有 真的感覺 是 沉默 你 做得到 這首歌 在聖地 有 你 在聖地 有